接下來的話 剛看到的就是下載完之後 會等於把我們的日期複製上去 把這個資料就再把它下載一次 這個再開一個新的好了 如果說我今天已經把資料下載一下 所以我今天批次下載 然後把這個 把它改一個名稱 又沒畫面 有嗎 OK 這邊的話 我先一樣把資料下載下來 然後再刪除列 後面的話其實還有幾個部分 主要是希望可以把格式 這個是刪除列 把多餘的列刪掉 因為有50個 所以其實瞬間就找完刪除 再來就是把這個複製過來 可是複製的過程當中 如果你現在Ctrl-Cm貼上去的話 它會變成複製上面的格式 那你還需要把這個格式按右鍵 儲存個格式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日期裡面的這個標準好了 這個標準的制定一下 它就是yyy-m-d 這個格式 其實你也可以透過VBA 把這個格式放到儲存格裡面去 所以這個要怎麼做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我這邊 再來就是刪除列這一段 然後接下來就複製期 那複製期的話特別注意 我的規則是怎麼樣 每三個 三個有沒有 為一個單元 就是一個 三個就是其實 就是我要找三個三個三個 有沒有 那我們的規則是希望 可以每三個為一個單位 然後呢 第一次找到的話 我把下面 它的下面這個資料複製上來 並且做格式化 所以兩個動作 複製跟格式化 那做法怎麼做 每三個 所以每三個的話 我這邊for i 等於從上到下 這個就不用顛倒了 從第二列開始 到最下面一列 這個範圍先確定 第二個的話 每三個為一個單位的話 習慣我會想到什麼 三的余數 為什麼三的余數呢 因為基本上的話 我一定是每三個嘛 那三的余數是除以3 除以3能夠整除的話 那除以3能夠整除的話 實際上就是 因為我現在i的值 預設是從第二列 所以i等於2 那我習慣是把它歸零 為什麼歸零 因為我從零開始嘛 如果0除以3的話 余多少 余0嘛 那剛剛好不就等於 第一個就是我要找的 那再來 間隔三個之後 又是我要找的 間隔三個又是 所以如果間隔三個的話 我習慣是什麼 先把那個列的數字先歸零 然後在mod3 就除以3余數 如果等於0 那就是我要抓的那一個列 OK 這個規則 習慣上大家會這樣寫 尤其是mod3 mod就是求余數 余數等於多少 余數等於0的話 OK 就是我要找的 那我希望怎麼樣 把它的下一列 的資料複製過來的話 它的下一列 它那一列是哪 哪一列呢 就是sales的i列 的a欄 指的是現在這一個 那它的下一列的話呢 下一列很簡單 把這個怎麼樣 複製一下 貼過來 改成什麼呢 把後面i怎麼樣 下一列就加一就好 這個意思就是說 幫我把下一列的資料複製過來 OK 可是複製過來之後的話 會有個問題 它的格式不OK 我先跑一次來給大家 這樣這樣跑 比如我這邊按F3好了 F3 F8 下一個 這個第一個就是了 所以它符合這個條件 因為i等於2 減掉2等於0 0除以3 是不是0 對 所以這個條件為處 那為處的時候呢 它就跑到裡面去了 OK 那我們現在下一 這個什麼 第i列第二列 第二列加1就是第三 就A3 幫我把裡面的資料呢 call到裡面去 所以你會 F8 call過來了 那不過你會發現call過來 這個部分的話 它裡面本來是放2020的11月6號 可是call到這邊來之後 你會發現它變成什麼 44141 希望怎麼兩邊不媚 特別注意喔 因為在eSale裡面 其實日期本身呢 它就是一個整數 它是跟190年1月1號相差幾天的意思 所以它call過去啦 其實它是call原來原型 而沒有格式 所以通常喔 如果沒有格式的話 那我下一行可以做什麼 可以把格式加上去 所以 格式要怎麼加上去啊 其實在VBA裡面 你可以用一個叫 Lumber Format Local OK 如果你不會寫可以這樣啦 就是 Sales Sales點 你瓜胡先不要加 打一個N就可以了 Lumber 這邊就有Lumber Format Local 這個就是什麼 有點像你按滑鼠右鍵 儲存格格式 那裡面的話 等於什麼 等於雙引號 我們剛好看到嘛 就是YYYY斜線 M斜線 D 就是把 這一個格式呢 幫我做 這一個儲存格的格式 然後後面記得喔 把刮胡加上去 加到Sale後面 這一定要加啦 因為你沒有加的話 變成 所有的儲存格 就都變成這個格式了 那就出錯了 那 為什麼 這個 刮胡後加 因為你如果 刮胡加上去之後 你這個時候 按點有沒有 它不會提示啦 你要自己打那個 Lumber Format Local 一大串 你可能打不出來的話 那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把刮胡先拿掉 點下去就提示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行 我把它執行 現在格式不OK對不對 把它按F8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的話 它就幫我做格式 可是因為寬度不夠 把它拉過來一點點 這樣OK了 有沒有 就20 格式過來之後的話 那裡面就是 2020的11月6號 就OK 沒問題 好那一樣的方法下一個 那下一個的話 那下一個的話呢 就下一列啦 下一列等於3 對不對 那3減掉2等於1 1如果mode除以3的話呢 那餘數是1啦 所以它不會進到這裡面 所以跳過 有沒有 那再下一個 等於4的話呢 4減掉2 除以3餘2 所以也不會跳過 那再來的話呢 i等於5的時候 有沒有 就每間隔3 所以為什麼要mode5 其實主要是 只要你以後遇到類似狀況 間隔幾個 你就mode5就好了 這其實還蠻好用的喔 所以以後類似的狀況 可以這樣子 如法炮製一下 那我的習慣一定是先把它歸零 然後再讓它整數 這樣其實程式就比較好寫 OK 先歸零 再看間隔幾個 那整數之後的話 表示它只要整數 就會去做那件事 所以每三個做一次 就是大概這樣寫 好 其他的都一樣 所以在下一個就OK 就是這個地方 然後把它格式化 換下一個 所以這樣的話呢 其他就跑完了 反正就全部幫你檢查過了 有沒有 總共的話呢 看幾期全部一下子就OK了 那只是說呢 你全部做完之後的話 還有一個問題 下面兩列有沒有 多出來了 下面兩列變多了 那怎麼辦呢 再來 把下面兩列刪除掉 那問題下面兩列怎麼刪 當然我如果不會寫這個VBA的話 你當然變突發鏈鋼了 選兩列按右鍵刪除 選兩列右鍵刪除 這也可以做得到 只是說 假設你這樣做 有沒有 選兩 比如說我們選 選這兩列 選這兩列 按右鍵刪除 比較聰明的 聰明的是不是按Ctrl鍵 對齁 那問題是你要Ctrl鍵 有沒有 你要一直按住 然後一直按住 然後一直選 一直選 選了之後一次刪 好像比較聰明 那問題這麼多耶 我Ctrl鍵向下看看 五千多 千多你要刪多久 OK 那聰明的啦 我建議是什麼 還是用VBA來寫 會比較快 那刪的方法 那你要怎麼知道 怎麼刪比較OK 我建議刪除 一律用反向刪除 比較不會錯 反向 第一個 所以呢我們是從 倒過來刪 也就是說呢 我們先刪這兩列 間隔 這個列 然後再刪這兩列 欸 那問題是間隔 所以間隔 你會發現也是間隔3 對不對 所以你也可以用Mod3 那程式該如何寫 第一個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這樣子 間隔3的話 我們其實可以用一樣反向 從最下面一列 或者你可以從上面call 這個其實可以把這個CtrlC 然後CtrlV貼上 貼上的話記得 我們一直刪 刪到哪一個 往上 應該 倒過來 應該刪到這一列 這一列 到4就OK了 因為這一列跟下一列 都要刪 就到4就對了 所以呢我把它停在4 那後面的話呢 step 我們可以每什麼 每間隔3的話 你就不要減1 你就減3就可以了 OK 那減3之後的話呢 意義是說 每3個跳一次 每3個跳一次 所以呢我們這樣跑的話呢 基本上 第一個呢 它會先從哪一個 會先從這一個 這個先刪 然後它的下一列也刪 所以我們可以寫成這樣 那一列 所以從最下面這一列 這個幫我刪除 那一列 Rose i列 就這一列刪掉 那它的下一列也刪的話呢 那就是 Rose 的i 這個i列的 列的數字 幫我減1就可以 有沒有 就變成這一列 跟這一列 一起刪除的意思 然後呢 我們 Next之後 因為我這個後面step 關鍵的地方來了 是減3 減3的意思 就是本來是應該跳 下一個嗎 不是 我是跳3個之後 就變成跳到這裡 在這 兩個3 再跳下3個 這兩個再刪 在這兩個3 有沒有 有一次跳跳跳跳 而不是說呢 我連續刪 如果你用減1的話 哇 那完蛋了 好 還有啦 你們練習的時候記得喔 VBA是沒辦法復原的喔 所以你刪錯了 就不見了 你要重來 所以有時候 建議是什麼 把這工作表先複製一個 按Ctrl鍵 Ctrl按住拖拉 然後再這個練習 練習完這個錯沒關係 沒關係 再來一次 所以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 那個數字怎麼來喔 有時候錯了 像我之前這個3 忘了就放2的話 3到不應該3怎麼辦 沒關係 你再重來一下 把這數字改一下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刪除的話呢 會比較耗時間一點點 我這射中斷點喔 刪除 然後 目前的I是5398 5398這個 OK 刪除 有沒有 然後再來的5398-1 5397這一次刪除 OK NAS的話 因為間隔3 所以下一個的話呢 那就應該會跳到5395 5395有沒有 這個I應該是5395 刪除 然後再5394 所以這一個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喔 一樣的方法 下一個 有沒有 一直刪 所以喔 應該都不會刪到錯的 就是他會一直跑 其他都一樣 但是跟各位講一下 刪除其實蠻花時間的 因為他是一直判斷 一直一直往上一直往上 所以時間會比較久一些些 然後我就讓他全部跑完 OK 全部跑完 有沒有 他就先 大概停頓一下 因為他等於是5000多筆 間隔3 一直跳跳跳跳跳 所以呢 當然 雖然慢了一點喔 不過一定比你 人工作業快 應該 100倍有啦 1000倍有吧 應該速度差太多了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兩個方法都是解決 如果你不希望用人工的方式來完成事情的話 其實在VBA裡面喔 全部都有對應關係 也就是說 你以前用人工的方式來做的程式都絕對寫得出來 沒問題 OK喔 再來的話做什麼呢 再來就解決喔 我們這三個 B欄裡面喔 有沒有 這個地方有六個號碼 但是他目前全部都放一起 所以我後面做的動作是 我就在這邊把它改成B欄的地方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1到6 這邊輸出1到6 這個格式不對了 把它改成 通用格式喔 那好像變日期了 然後啊 這不用 讓他按加 按Ctrl鍵 1到6 然後再把這個 PO到這邊來 然後把B欄給刪掉 所以我要把這個上面的藍位名稱增加 所以我在這邊喔 再撰寫一個回圈 增加1到6的這個程式 那寫的方法的話 特別注意喔 我就是增加一個sub 叫做增加中獎號碼 那寫的方法就 橫向呢 然後藍的部分我喜歡用J 縱向我喜歡用I 那 forJ等於1到6啦 那我放哪裡呢 一樣是放Sales第一列 一定是第一列 固定喔 然後J J如果是1的話 那我應該放在第4列的地方 所以這邊的話 我就是把J後面加3 有沒有 因為他從1開始嘛 加3不就4 4就剛好D藍 然後把J這個值放進去 這邊1 2 3 4 5 6 所以這邊的話 我把這個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執行的話 他就會這樣 J等於1嘛 然後這個加起來 就第4欄 就D藍 裡面放1 有沒有 1就放進去了 然後放2 放3 放4 放5 放6 OK 好那結束了 那再來的話呢 做什麼呢 再來就把這邊的資料 剖到這邊來 當然喔 如果你實在不會寫那個資料剖析的話 你可以用錄字聚集的 這邊有個 就是這邊錄字聚集 假設你叫資料剖析好了 那怎麼剖喔 就這樣 記得喔 剖析的話 一定先把範圍選給他 然後剖開來之後呢 放到這邊來 所以喔 我們錄字聚集的話 假設你可以叫資料剖析 然後游標放這邊 建議是選取向下 是Ctrl Shift向下 它才會向下追蹤 然後剖析的話 是從資料裡面做資料剖析 它會問你說 那你這個分隔 有沒有一個 這個固定的 有沒有分隔符號 下一步 用什麼呢 逗點 不要Tap 下一步 剖開來之後的話 放哪裡 放這個地方喔 把它改成第二就可以了 按個完成 就剖過來了 不過格式好像不對 所以奇怪 為什麼這幾欄格式 那格式的話呢 一樣喔 你就把這個範圍 Ctrl Shift向右向下 一樣把它按右鍵 儲存格式喔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通用就可以了 把它恢復成原來格式 那最後呢 再把這一欄給刪除 就大功告成了 把這個錄字聚集給關閉 不過你會發現啦 如果你用剛剛那個 我沒有改名喔 如果你用那個 錄字聚集 你會發現喔 資料剖析 剖出來的話 會有這麼多程式 但是喔 如果你不用錄字聚集 產生的程式喔 給各位看一下 其實只要一行 程式 其實就可以搞定了 像剛剛這個喔 我們其實可以利用什麼 利用一個回圈 加一個Split 就完成了 如果不用資料剖析喔 第一個的話 在這個地方 資料剖析 for i 等於第二列 到最下面一列 Next 那裡面的話 你跟他講說 我要剖析的資料呢 就是在B欄 所以呢 i列就B2 B3 意思是什麼 所以呢 VPA裡面有一個叫Split的方法 剖開這個資料之後 那你只要告訴他說 你要放在哪裡 欸 那我要放在的是什麼 當然 如果你剛開始不會寫的話 你其實可以寫成這樣 寫成 D2 冒號 到哪一個呢 D欄到I欄 所以你可以把它寫成 D2到I2 OK 特別注意喔 因為我講過啦 Split 它切的話 會有六個 所以你將來前面接的話 也必須要六個儲存格給他 你要一樣的喔 或者大於喔 你不能小於喔 不然他放不下 OK 有六個資料 你就要給六個儲存格 D2到I2 當問題喔 我們將來這個2 會變成3 會變成4 所以呢 你就是把2怎麼樣 這個把它改成 双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 把它改成I就可以了 把它變一個變數啦 有沒有 這樣子 那這個2的話呢 因為它在最右邊 所以你把它跟那個R很像 Delete掉 移到外面 空一格and 空一格 I就可以了 有沒有 那這樣的話呢 他就幫你把資料剖開之後 放到指定的範圍 然後再換下一個 剖開放到這裡 剖開放到這裡 應該可以懂那意思吧 當然如果你不會 用這個VBA的Sphere的函數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用資料剖析 但問題喔 像我自己是不喜歡 為什麼 因為 這麼多 有沒有 看起來就覺得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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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隆藏了 OK 結果是一樣的 OK 所以我們來跑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地方是 資料 剖開的喔 按F8 那一樣從第二列 往下追蹤 然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這個 這個現在串在一起 應該是第二到I2 因為都是2 然後放過來 所以F8 有沒有 它就幫我怎麼樣 其實這個的動作 就是把現在的第二就是這個 裡面的資料按照豆點 切割開來 然後放在哪裡呢 幫我放過來 所以你必須給它一個什麼 一個範圍 OK 然後一個蘿蔔一個坑的幫你放過來 其實還蠻好用的喔 這一招 是完全可以取代資料剖析的喔 OK 而且 其實不會說像那個 知道路下來的城市那麼隆藏 那或者是將來 當然如果你不把這個 不放一個範圍 其實你可以放一個 變數 不過那個變數就是一個正列 你可以把正列裡面之下 再慢慢抓出來一個個放 也可以 但是我是覺得直接乾脆就直接放一個那個 Range裡面就OK 所以其他跑完給各位看 執心 瞬間就完成了 最後的話呢 我們再寫一個 就是說刪除B欄 刪除B欄就是 colons b.delete 最後再加一個什麼呢 自動調欄寬 所以這個跑一下 F8 有沒有 然後就自動調欄寬一下 OK 就大功告成了 所以喔 剛剛你想說 老師你分成好多個sub 那這樣子將來要怎麼一次執行 很簡單嘛 你就再寫一個主程式 比如說大樂透下載 2好了 類似名稱的話 是大樂透下載 O好了 OK 反正就是所有的 那你就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然後呢 以後的話呢 就是用call的方法 先call什麼 call這一個 先去跑這一段 然後再跑刪除 再跑剛剛的複製刪除列 有沒有 增加中獎 反正就是全部都把 本來是一個步驟 一個步驟 一個步驟 那全部就把它湊在一起 就完成你要的結果了 所以有的時候喔 通常那個程式喔 不會說一次就叫你要全部寫到底啦 反正我就拆解 那你可以拆很細啊 那你又不想拆很細 反正你可以兩三個步驟 像我是把它拆蠻細的 那你可以把它稍微 兩三個步驟 結合也可以啦 這個沒有一定要怎麼寫 我覺得寫得順 寫得不要出錯 都是好方法 那最後的話你就怎樣 全部一起執行 有沒有 一直執行 它就開始啪啪啪啪啪 把剛剛的所有事情呢 全部通通就串在一起 那最後你看到的就是你要的結果 有沒有 當然它會跑一下下 那跑完之後的話 最重要喔 你們再利用這個資料 就可以拿來做一些統計分析了 底下的話呢 有沒有 最後的話你可以把號碼 應該1到49號 機率的話你可以用count if 配合counts 去把那個範圍是要抓過來 然後做一個排名 然後算出前七名看看 這個是好像前一陣子做的啦 不知道那個最近的開獎號碼的順序 會不會又變動了 OK喔 理論上就是這七個號碼 8號 11號等等 第一名好像是1號了 OK喔 所以請各位試著把這部分完成 OK 他在跑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全部串在一起 這個部分的程式喔 我也有把 再把它停止 那我也有把那個剛剛做完的結果啊 其實在雲端上 你們應該也可以找得到 剛剛的那個那些程式的話呢 基本上會是在那個 我的雲端白板的第三頁的地方 下一個 他就能做到下面 下一個 他就能做到 一頓 一頓 下一個 三頓 下一個 下一個